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矿区的澎湖区改造的任务量是非常大的 而最近几年我们都知道全国煤炭市场的不景气 就让澎湖区的改造工作也面临着很多复杂因素的挑战 首先我们就到那去看一看 您以前是咱们就是咱们矿上的职工是吧 澎湖山矿职工 退休了现在 6月12号上午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正在对矿区没有搬迁的家庭进行入户调查 为下一步澎湖区改造搬迁做着准备工作 这个当时咱们就考虑 我看今年咱们不是现在已经开工了吗 开工反正明年入冬以前咱们能交工 他叫杨胜 是附近五虎山矿上的溃修老矿工 小儿子在外面打工 现在杨胜和老伴大儿子一起住在这个破旧的老房子里 杨胜家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五虎山煤矿附近 这三间土坯房已经盖了三十多年了 平时一刮风空气中夹杂着 从附近矿区刮过来的煤干石和粉尘等大量固体灰气屋 到处都是刺鼻的味道 对面的五虎山煤矿就是杨胜以前工作过的地方 1971年杨胜从老家包头来到乌海市五虎山煤矿 做煤矿决进工 这一干就是三十六年 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海市是一座因煤而新 因煤而建的城市 上世纪七十年代 很多煤矿和工矿企业职工 在支援国家建设的背景下 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 在煤矿附近简陋的工棚中 落脚其身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半个世纪 2006年乌海市开始对蓬户区进行搬迁和改造 杨胜家的邻居大部分都从这里搬进了新房 看着很多老邻居都已经搬走住进了新房 杨胜心里既羡慕又有些落寞 他也想能够早点搬进新房 但是家里现在几乎没有什么积蓄 就算加上政府和单位的补贴 他现在也拿不出太多的钱买安置房 18年前 儿子杨永平在外面干活发生事故 造成高位劫叹 那一年才刚满24岁 今年已经60多岁的杨胜夫妻俩 18年来一直照顾着行动不方便的儿子 本来夫妻俩加起来 还有每个月3000多元的退休金 但是因为这些年 儿子高位劫叹 引起各种并发症都需要花钱 杨胜家里至今 还有四五千元的外债没有还清 现在夫妻俩年龄也大了 每个月三个人的医药费 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儿子和老伴的医药费加起来 每个月需要两千多元 杨胜自己还有严重的药罪错位 每天都要靠吃止疼药来维持 医生劝说多次需要手术 杨胜都不敢去做 你手术现在我怕做太的 我以为这块这个家就更不行了 我以为这块睡问那个闹 杨胜嘴里说的用水问题 是让他现在最操心的事 因为他所居住的这个区域 属于几十年前的老矿区 地下水管早已老化 附近的居民大多已经搬走 将来这里也属于要搬迁的地区 政府部门现在也只能稍作修缮 杨胜在自家院里打的水井 也早就打不出水来 我头有两个 早在有个两三四个 这种水总是冲下的 应该到了冬天还有水 冲气有水 应该冲气以后 用后以后地要开了以后 交开能差交开地了 这天上午杨胜又要出去找水了 这个三轮车是他花了八十元钱 买来专门用来拉水的 每天他都要骑着它 跑上好几个地方去找水 现在他要去的是离家有一公里 也是最近的一个水员去找水 没有水 没有水 这个供水点没有水 杨胜打算再到附近其他社区去找找看 二十分钟之后 杨胜来到了三米地之外的另一个社区的供水点 水都咋回来了 虽然水流很小 但杨胜还是很开心 他说这个供水点的水比自己社区的水要轻 杨胜刚刚接了一桶水 这个社区的居民就开始提意见 接了两大桶水 这个供水点也快要到了停水的时间 杨胜不好意思再接了 打算跟着车子回家 一连接了两大桶水 杨胜心满意足地推着车子往家走 在三十多度的高温下 今年已经六十四岁的杨胜 经过这么一圈折腾 显得有些吃力 实在起不动了 他就停下来歇歇脚 这么远的话 去一趟里休息几次 休息一两次 这两大桶水 水太重了也是 太重了 我下的这个沙坡 我下的红车这个沙坡 中车这个沙坡 好了 拉水回来 杨胜累得满头大汗 坐在椅子上 卸了半天 可是没过多久 杨胜又骑着自行车出门去了 原来为了能够补贴家用 也为了能早点搬进新房 杨胜平时没事的时候 都会去附近 解解废弃的饮料瓶 硬纸箱拿去卖钱 这次出去能捡多少了 有时候借个二三千 有时候借个三四千 不等 你看说铁铁好啊 就多能借点 铁铁铁铃他喝水喝得多了 铁铁铁铁就借不了了 这个一毛 那个两毛 这个铁石买的是半毛 对于乐观积极的杨胜来说 这一个个废旧的饮料瓶 一块块生锈的过铜热铁 都是一份希望 现在杨胜心里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让儿子和老爸 住进新房 最大先就是说 把这个粮包摟练早以后啊 给他们这些 还有一个租车 我们就是毕业好毕了 就住了学院 其他的也没有学院 老家来想到也没有家 自然也没有 据了解 目前乌海市还没有搬迁的矿区居民 一共有2.5万户 其中很大一部分 都是一些经济条件 比较贫困的家庭 以及工病王遗属 孤寡老人等困难的弱势群体 杨胜告诉记者 看着一个个邻居都搬走了 他们一家真的就非常的着急 也非常的羡慕 他们也非常希望 能够早一点搬进带电梯的楼房里 现在当地的街道 也根据他们家的一些具体情况 在积极地想办法 我们在这儿祝愿杨胜一家 能够尽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 搬进新房 那么对于那些 已经搬入新家的棚改居民来说 新的生活会怎样呢 我们的记者 也在当地认识了一家 刚刚搬进新居的老连客 这两位老人叫王三娃和王兰湘 原来一直在乌海市海南区公务速矿区居住 一年前搬进了这个伊林家院社区 这也是乌海市煤矿蓬户区改造项目 这是我们的家 这是土房 比原先土房 比原先土饭杂子 比原先干净多了 这是我的客厅 这是吃饭的地方 这是客厅 这是菜店 这是水酒的地方 这是您跟阿姨的卧室 卧室 这是洗手间 这是洗手间 比原来圈多了 这些是洗手 一把 以前那边住的房子 卫生间方便吗 哪有卫生间 没有卫生间 老两口现在住的是一个九十平米的两居室 说起这个刚刚住了一年多的新房 王兰湘老人高兴的何不拢嘴 我老公现在来这 正是一个断裂的 又是介绳器 又是龙羊肌 断裂的 我现在这个腿就好像是走路就不奔了 现在行情也好了 断裂的身体也可借靠了 可好多了 来这个屋械 空气也好 情绪也好 行李都这个 哎呀 太满足了 一辈子小都不小都住了 这一下子住上楼房 我挺好 丈夫王三娃 在神华集团乌海能源公司 做了二十多年的采煤工 夫妻俩几十年来 一直住在海南区公务宿的老矿区 王兰湘拿出原来家里的老照片 给记者介绍说 那里的生活跟现在相比 简直是天然之别 你看一天我们老包子 拽 这是娃来七八走的 哎呀 就是走 每天你这个衣服 你这个袜子穿上 出去就黑了 天天洗那水是黑的 2012年12月份 王三娃和王兰湘两位老人 在政府棚户区改造时搬进了这套新房 当时的价格是每平米2600元 其中65平米以内 政府每平米补贴300元 一共补贴19500元 王三娃所在的单位神华集团 乌海能源公司 在每平米补贴400元 一共补贴26000元 王兰湘说自己和老伴年龄大了 腿脚不方便 要的是带电梯的高层楼 价钱要稍微贵一些 其他一些老邻居 有些是搬进了不带电梯的布梯楼 每平米才1250元 一套65平米的房子 出去补贴 自家才拿三万多元就住进了新房 王兰湘说 现在住在这里空气好了 买东西也方便了 平时除了锻炼身体 他最爱的就是养花 纯绿花 纯绿养花 一切在跨区咬不货 现在这花 住了一会儿 这个花就长得挺老的 挺厚的 这些老工人 这些老跨工 为共和国 为奈蒙国 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但他们的汇报了 小阿队还是少的 那么武海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 也有这个可能 给老百姓改善举住条件 在乌海先有矿区 后有城市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一边高楼大厦 一边棚户连片的城市二元结构的格局 乌虎山矿 梁家沟 轿子沟 三矿 公宿矿 这些曾经辉煌 为国家做了不可磨灭贡献的老矿区 早已变得破旧不堪 根据统计 全市涉及搬迁改造人口将近二十万 占全市三分之一的人口还要多 乌海市的棚户区改造的任务 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我们乌海市的棚户居居民 大多数没跨棚户区 就具体像现在这样的环境 底下大多数都已经成了采空区了 也不具备商业开发价值 所以我们采取的方式 全部是实施的一粒搬迁 就是把所有的矿地居民 全部搬入到基础设施条件好的 这种城区建城区 一边是大量的采煤城矿区 不能通过商业项目开发变成资金 一边又是作为国家第三批资源型枯竭城市 区域面积仅有1754平方公里 对于乌海市来说 资金和土地无疑是棚户区改造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不过记者在乌海看到 矿区棚户区改造异地搬迁的住房 基本都是在城市中心区 渤海湾区的中心地段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段了 是位于乌海城市中心区和刑区的 这个是我们乌海市的城市市民的列主房 这块大家看到了 是包嘎石灰石卡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整个这一大片了 都是属于梅卡棚户区和城市区的改造项目 这是我们这个赏品发开发项目 所以我们这个地段了尽可能的提供在城市的中心位置 这样是老百姓的这个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了 能更好一些 一条马路区隔的这种商品房 现在已经卖到每平米五千多元 而这边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多层的布梯楼价格是最低优惠价 每平米一千两百五十元 扣除各项补贴 合计每平米五百五十元 在电梯的高层楼优惠价是每平米两千六百元 扣除补贴是每平米一千九百元 接着目前 乌海市累计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房 九点三万套 基本建成六点七万套 有五点五万户棚户区居民 共计十五万人搬进了新居 从2007年 乌海市启动棚户区改造以来 一共开发建设了一千六百万平方米住宅 其中棚户区改造六百万平方米 占三分之一还要多 除了建房 乌海市还投入大量资金 用于棚户区安置房附近的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 让老百姓真正融入市民生活 我们看到这个车位了 全部是我们海波区种情城区的棚户区 大树有一万一千户 那么这个小一万一千户了 配套有这个幼儿院 有这个小学 也有种学 有这个社区 两个卫生服务种情 配套有三个绿地公园 棚户区改造了 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不仅是介发的问题 目前乌海市通过中央专项补助资金 神华集团补助资金 市区两级政府财政投入资金 银行贷款 发放城投债券等多方的筹资 232亿元 用于棚户区改造和水便器道路 学校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 棚户区改造项目 比如说像爱宁家院 伊林家院 这样的一些小区 都先后被评为国家自治区 人居环境范例奖 不过作为一项涉及面广 涉及矛盾问题集中的民生工程 乌海市在棚户区改造当中 也同样碰到了一些 无法绕开的难题 家住乌海市乌达区 苏海图矿区的赵生喜老人 今年七十岁了 和老伴在这三间破旧的砖房里 住了几十年 和矿区的其他居民一样 早就盼着通过棚户区改造 搬进新家 站在他们家的门口 就能看到对面乌达区 正在建设的 煤矿棚户区武器改造项目 想买吗 想买高不高一算不钱 那边房子多少钱 两千八 两千八买不起 不是还有补贴吗 有补贴的 我给你算 我买个老板走也走的 就靠在那儿工资 你能攒几个钱 你小不敢下这个高厂楼 这个低的还臭乎乎 赵生喜门前 这一大片棚户区的居民 大部分也都搬进了新的楼房 大家说的想买而不敢买的 这片高层楼房 正是乌达区正在建设的 煤矿棚户区改造武器项目 一共有三千零七十二套房 户型从七十到一百平米不等 每平米两千八百元 眼下马上就可以交工使用 你进来直接可以入住 这是客厅 简单的装修 简单都有 地面 护窗 这是它一个卧室 基本上每天 地板端都有铺好的 都是铺好的 这些 那算上这些装修成本 大概 全有了 我们两千八的这个价格 就全含在里头了 郝丽平告诉记者 虽然这三千多套房子 马上就要建成 但是目前 棚户区居民认购的情况 却并不理想 在销售处 墙面上贴满了房源和各种户型 但是记者看到 绝大部分是空着的 写上名字的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最大的反应就是 反映咱们的房价比较高 是从三月份开始 咱们二期销售 二期销售目前 现在已经交款交了33户 那现在等于加起来 一共卖出去了多少套 0284套 384套 3072套房源 目前认购384套 销售比例不到13% 记者也了解到 在乌达区 以前建设的棚户区安置房 大部分都是六层的布梯楼 价钱在每平米1250元 而现在的高层建筑 因为建筑成本升高 再加上电梯的费用 价格在每平米2800元左右 这让一部分居民觉得接受不了 那么乌海市 为什么要建设高层安置房呢 我们乌海市处于我们国家的地震带上 建高层 更有更好的抗震性 安全性 高层的采用的是框架减力墙结构 它的抗震性能好 多层是属于砖混 砖混结构 不如高层的抗震 第二 乌海区域面积狭小 1754平方公里 而且呢 又是一个工矿城市 矿区的军民 矿区军民搬迁以后 土地无法利用 所以现有的土地 可以改造土地 是有限的 所以盖高层呢 可以节约利用土地 郝立平说 一方面是房屋抗震 另一方面土地资源紧张 因此在尽量压低成本的情况下 建设了这个高层建筑 建成本呢 大概是在1800 如果加上小区的配套 400到500 就是2300 2300呢 你再加上这些 还有必须是交的一些税费 再加上3%的利润 也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了 那么每平米2800元的价格 在乌海市真的很贵吗 记者来到了附近 这个名叫朗峰的商品房销售处 门口站着一位 等待售楼处开门的大姐 当时卖的时候 均价多少钱这个楼 均价楼侨价 平均4000两块钱 记者又来到一条马路之隔的 预警员售楼处了解商品房的价格 您这个价钱是多少钱呀 均价现在是4200 据了解 目前彭改房附近的商品房价格 都在每平米4000多元 2800元含装修的彭改房 确实比商品房便宜很多 事实上 郝丽萍告诉记者 在五七动工建设之前 他们曾对彭户区居民摸底调查 其中大部分表示 可以接受这个价格 但现在不到13%的认购率 确实超出了之前的预料 调查的时候 很多居民也非常喜欢电梯楼 特别是一些老年人 他们住电梯楼更加方便 而且安全系数也高 子女也能给一些补贴 但是随着近两年 全国煤炭行业也不太好 当然也许到地方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据我所知 一些煤炭行业的职工 他们的工资也在下调 这就影响了收入 势必联系的也是给老人买房 也是受到的影响 经济的不景气 影响着彭户区保障房的销售 现在高层的安置房 不仅销售不出去 还占押了很大一部分资金 占我们的资金大概在五亿到六亿左右吧 目前乌达区房管部门 正在积极的入户宣传动员 五期房源进行第二批销售 郝立平也在努力争取贷款 用于接下来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这个正在建设的打地基的一大片工地 就是乌达区煤矿棚户区六期改造项目 用于安置乌达区剩下来所有的 没有搬迁的棚户区居民 尽管仍然面临土地紧张和抗震效果等问题 但乌海市仍然把房子建成了这样多层的 多层的成本要低 这样的话我们尊重群众的意愿 兼党委政务决定 我们要再继续建多层 建多层总的套数在八千到一万两千套 我们今年 这个是我们今年开工的五期现场 今年要开工四千套 确实有困难的 对一些特殊困难后 我们采取政府补贴 总之我们想通过多种途径 想尽多种办法 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和居住环境问题 下一步还需要有3.2万户 需要建设 那么这个我们立正用3.2的施建 把它却不完成 这天上午没事 杨胜老人来到煤矿棚户区六期改造项目 想看看新房建设的情况 想着自己的新家将会安在这里 从户型到规划图 老人家都看着特别仔细 这个地方挺好 有红油 有其他东西都挺细确的 都挺好的 看着这片正在建设的土地 他期待着自己和家人能够尽快搬进新居 在乌海的采访当中 我们的记者感触非常的深 无论是棚户区的居民还是街道干部 虽然每一个人的角色不同 牵扯的利益和责任不同 但是大家都非常支持棚户区改造 乌海市政府从2007年就率先启动了 内蒙古最大的中央下放煤矿棚户区改造项目 这个就比国家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还要早了两年 目前大部分团户区都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改造 然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面对家庭经济不足的现实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为有效的办法 比如说进一步降低建设成本 同时要推动社保建设 从生活方面来减轻困难家庭的后顾之忧 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地方政府在发展当中 更好地布局地方经济 加速经济节奏的调整和转型 通过地方经济的大环境的改善 来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提高横改户的生活水平 让搬进新居的他们不仅能够搬得进去 而且还能够住得稳定 住得踏实 住得开心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明天再见 明天见